各位好 我是彭惠珊 今天港股的走勢仍然是比較偏好的 我相信市場對於未來的美股走勢 仍然有一個進一步向上的機會 尤其是現在特朗普似乎有一個認輸的情況 相信不會是進一步搞大的事件 令到美國下任總統的走職 應該不會出現一些延誤 對於美股來說的確有一個挺好的幫助 對於港股來說 當然美股不跌 甚至說美股的走勢是繼續向上 也有助港股進一步向上試一些高位 不過以現在去看回 恆治在7月7日見過26,782點之後 跌回到低位23,124 這個水平反彈 基本上反彈了 即是收復61.8%的黃金比率之後 現在要再進一步上市 只是看著是26,782點 我也相信在現在來說 波利加通道的水平反彈 仍然都會比較闊 要出現單一方向進一步爆升 暫時的可能性 就真的不是太高 也可以看回現在市場 正在做的一些緩話行動 無論是短期可能要再減榜 在科技類股份 另外的資金來講 開始又拍回到傳統股 這些情況令市況在短期內 互相抵消下 進一步上升的動力是大為減弱的 所以暫時這個星期來講 幸指還會在26,782點這個水平以下 可能是300-400點的水平 是繼續徘徊的